五一小长假期间,南宁海关隶属平响海关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实验室正式投入运行,成为广西边境口岸首家取得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技术和能力合格证书的实验室。 5月13日,记者在实验室现场看到,实验室内设置有试剂储存和准备区、标本制备区、扩增区以及扩增产物分析区等区域,并配备负压式空调系统、生物安全柜、全自动核酸提取仪、实时荧光定量PCR仪、超低温高速离心机等设备。 在实验室检测区里,数位工作人员正在忙碌地对新冠病毒核酸样本进行检测。 广西平祥海关实验室负责人蓝一文表示,实验室的建成对检测新冠病毒核酸样本是极为便利的,同时也能很快得出检验结果。 口岸送来了样本,我们通过实验室的传递窗进入生物安全柜,然后进行样本的交接就复合,接着就进行样本的灭活。 要么灭活,56度30分钟灭活以后就进行一个核酸的提取,提取以后就进行PCR仪的经扩证技术,经扩证技术以后就进行产物分析。 4到5个小时以后就可以得出结果。 据了解,广西与越南陆地边境线长1020公里,是中国唯一与东盟既有陆地接壤又有海上通道的省区。 其中,平祥友谊关口岸是中国通往越南南至东盟最大的陆路口岸和最便捷的国际贸易通道。 平祥海关实验室的设立主要负责友谊关口岸、平祥铁路口岸、爱淀口岸、水口口岸等入境人员的核酸检测。 设计检测能力为每天检测200人份。 南亦文介绍,外防疫情输入加强口岸防控十分关键,核酸检测能力则是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此前,口岸采集的样本要送到200公里外的南宁市内进行检测,时间长,路途远,十分不便。 新的实验室建成后,口岸样本可第一时间在边境地区完成检测,发现异常人员也能及时排查转运。 以前口岸送来的样本,我们都要送南云海关广西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检测。 现在我们核酸实验室建成,口岸送来的样本在第一时间内就能在边境地区完成检测,及时发现异常,及时排查转送。 据悉,为外防疫情输入,广西边境地市已专门成立派驻口岸工作专班,与越方分别建立跨国联防联控,口岸疫情应急处置,口岸通关运行保障等工作机制,合力加强疫情管控,保障口岸货运通畅,推动边貌,恢复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